中方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 对日方不负责任的做法存有严重关切 这理所当然 中方主张国际原子能机构 尽快成立包括中方等利益攸关方在内的技术工作组 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方案 后续落实与国际评估和监督等开展工作 中方就此同国际原子能机构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调 机构正积极筹建相关的技术工作组 日前已向中方确认 将邀请中国专家加入工作组 中方将全力支持机构的后续工作 日方在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之前 应该切实满足中方等利益攸关方 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